来 下面直接来开发流程了 开工 来 第一步 那么我们第一步要做的事情还是一样呢 我们就搭进我们的环境 导入对应的依赖 大进环境 我们这是初始环境 我们自己搭一下 好 这个我就过了 这个我都关掉了 就不在这个项目中做了 换一个项目 我这里还是在这里 他这个是一个他刚才转圈啊 它是个联网的过程啊 呃 我们 这里呢 呃 如果刚开始你不用这个web工程了就可以先用一个quick start啊 是可以的啊 可以用一个quick start普通项目啊 好 现在学的这个姿势 总表框架整合要简单 是吧 这个是 我看有人想要闭眼啊 这还没坚持一回呢 啊 同桌钉一钉啊 前往左边钉一钉啊 你要不就毫不客气的掐下他的手 要人家怪我的过来找我 要怪你过来找我 好吧 来 我们把hyperlite的包加一下啊 hyperlite的包 hyperlite的包啊 我们这地方用的是五点二点十的 我们用的是比较新的啊 嗯 我们用的这个版本已经非常非常新的了 呃 五点二点十啊 五点二点十 从这个上面到这下面都加过来吧 不然叫做就hyperlite的开头的啊 以及他可选的这些hyperlite已经加到他的 加到他什么 加到他的e-tack加到缓程部分啊 因为他的缓程部分我们以后就讲的 加到e-tack啊 就这里 我还把这个上面加上 哎 没选择到 加到这里啊 啊 从这道这 来 来 Feng C 再次复制回来 同时我们还得要加一个数据库 数据库 数据库这一部分要加过来 然后日志部分我们也加上 我们还是同意把它给加上日志部分 以后随时可能会需要看一下这个日志 好我们在这个地方加上一个目录 叫resource R-E-S-O-U-R-C-E-S 坚普通工程这个目录是刚开始没有 我们让他自己来把这个目录变一下 应该可以变得过来 好这就变过来了 好这个过来之后 这个环境就相当是已经初步已经具备这个能力了 初步的具备了 我们就运用这个表 现在我们这个简单你看我们现在做了项目二十张表对不对 这咱们这才一张表 所以呢 从学习来说啊 我们这个应该来说啊 还是会容易一点的啊 好 这一步就过了啊 第二步 来创建 hybrid的核心配置文件 好 创建核心配置文件了啊 也就按照我这个步骤 我相信是没什么多大问题了 创建核心配置文件 创建核心配置文件啊 我们刚开始呢 还是带着大家找一下 以后就直接复制了啊 就是这个东西从哪里找到的 这里呢 我首先找到它核心包啊 hybrid的call中找了它的 它这里有一个DTD文件 它有个头部文件 我们拿过来就可以了 它的核心配置的configure 我们找到hybrid相关的 hybrid的开头就这个 我们找到它的call hybrid的call啊 也就是我们找它 找它 这个我直接从圆码中找到这个啊 就找这个文件了 我们就找到这个包 找到它的谁呢 我们一会要用它的其中的两个 要关注它的哪两个文件呢 就是要关注这一部分的内容啊 我们要关注的内容 这个DTD 就关注它的DTD啊 要关注的内容是这两个文件啊 一个我们要打开configuration configuration 那头部在这里呢 就它 就这个内容 一个是这个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我就一次性的都复制出来了吧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 其实我们就是需要提一下它的头部文件啊 需要一下头部 就是这两个地方 好 我们可以把它建成什么呢 我们可以把这两个内容啊 建成模板 我们之前有说可以把它建成模板吧 我们可以把它建成模板 建成模板之后我们再完善一下 我们是在setting中 我们是在 file and encoding 不仅我们之前应该是在这里建过模板吧 是在这里建过吧 对不对 那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之前是不是有建的spoon呢 还有s 还有这些内容 mybete也建过来吧 那我们就来建什么呢 一个叫 hypernet的cfg cfg相关的啊 hypernet的cfg 把这个粘贴过来 cfg configuration 先 ok 我们再来建一个啊 还有一个hypernet的mapping吗 还有两个啊 我们点击一下 我们再来建一个 我们再来建一个 刚才是这个应该是建好了 hypernet的cfg有 我们一会还得玩上啊 因为我们一会还得要在你们写点内容 等会再说 我们再来建一个 hypernet hypernet的gum mapping hypernet的mapping呢 又免得我们也从圆满中找啊 有刚才没复制 等一下 mapping是它 我就只找这一次啊 就一会就再不找了啊 圆满就开这一次了啊 那我们来去走 来 hypernet 他刚 mapping啊 来粘贴过来啊 好 ok 这样就行了啊 这圆满我们就关掉了 这从这个地方去找的啊 好 我们回到这一部分来 我们来创建它的核心配置文件 核心配置文件的名称 就叫hypernet.cfg点什么呢 它就叫它的名称啊 就叫hypernet 哎 跑远了 上一步啊 就叫hypernet.cfg.xml 就叫这个名称啊 好 下面我们来建一下啊 它莫名的就是这个名称 我们来建设不是这里有一个 诶 怎么 哦 后缀 好吧 是不是还得改一下 刚才没注意到啊 在哪里啊 它莫名是点加网的是吧 我们是应该是什么 xml 大家太有智慧了啊 好 非常棒 啊 啊 好 那么我们来 哎 这也是不是看到了吧 hypernet呢 这也看到 来走 hypernet 它就叫 hypernet 那么这个地方 这个模板文件 我们先写 写了之后 我一会再把这个模板文件完善一下 看你们写什么呢 它会这里有个提示 你只要写个h 你看 它就这个根结点 这就写好了 然后就写色性factory 它是很形象的 也就是说 我这个configuration之后 读了之后 是不是要返回一个色性factory啊 他就这个意思啊 他就返回色性factory 那么在这个里面的内容和mybatties也是基本一致了 这里面要做哪些事情呢 这个里面要做的事情 一个 是不是也是有数据源呢 第二个 就跟那个基本上是一样的 就是呢 注册实体了 我们之前做mybatties 是不是也是这两部分内容啊 也是这两部分的内容 所以在这个地方也有这两部分内容 一个数据源 一个注册实体 这么写 在这地方已经有写出来啊 从driver url 有这两个password 来 我们来写一下啊 我们 这里有property 这里有提示呢 driver 我先把属性写在这里啊 然后 driver 它应该还有一个url 他应该有个userlame 然后有个password 我的密码是没有 像这些内容 说完全可以从之前考 考过来就行了吧 就从一个地方里考过来就行了 我们之前都有写 这几个项目中应该都有吧 因为这随便你找个下面的都有 就免得自己写嘛 我们可以顺便来看一下 跟之前的 他是不是也是他的 也是他的属性吧 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内容啊 所以你学了一个框架之后 你再学另外一个 应该来说呢 是比较容易的 就是我已经学完一个框架 再学一个类似这个框架的时候 应该会比较容易 好 这就可以了啊 这一步就完成了 走 然后呢 同时这个地方 除了注册实体 我们再说 他还有一些什么呢 这地方还要注意一些扩展属性 那么他有一些哪些属性呢 常规的啊 最核心的一个是方言 一定要指向哪个方言 必须要指向哪个方言 这个地方要说一下 就必须要指向方言 其实扩展属性 这里有一个叫 必须指向 数据库的方言 就是说 你到底要用哪个数据库 你要弄清楚了 所以这地方要指定的有一个方言 这个叫 就要这个 hybridlet dialet 要指定到这个方言 那么这个方言 就可以从我的hybridlet的方言中去找 他哪里 在org.hybridlet. 方言 dialet 点什么呢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啊 这地方有几种方言 给他说一下 这还有其他数据库的 my circle 就这前面的 我们看到 选哪一个呢 建议大家去选55这个啊 55这个我们点进去看一下 他是不是继承了5啊 所以说55是不是具备这个5的能力呢 这是5.5之后的啊 这5.5.x之后 我们现在 装的数据库一般是5.5点几 或者5.6吧 大家装的myself数据库什么版本 是5.5吧 到时候看看爽哥给你们赚的版本 好吧 你要是低于5.5 那就是用这个 好不好 如果说你低于5.5 比如说是5.3 5.2 就用这个 明白吗 好 如果你低于5.5就用 如果你低于5.5就用这个 好吧 我就应该至少应该都张的是5.5的嘛 要不就5.6嘛 是吧 再说呢 你看一下你们版本 如果说你是5.1或者5.2的 你就用myself数据库的那个翻译好吧 反正这两个翻译好吧 我就把翻译说一下 翻译 免得大家给 翻译啊 我就说这个就说一下啊 然后呢 还有哪些扩展属性呢 这有写的 就是有显示射口的 还有个什么呢 就是呢 我们一会儿要去做的 就是呢 它可以帮我们去自动创建表 它有个什么呢 自动创建表的能力 就这个翻译要选好 你的自动创建表就能做好 就是主要是这个翻译一定要选好 不然你这个自动创建表应该会 可能就会出一些问题啊 就用这个呢 H DM2 DD2 就这个呢 它有一个自动创建表的能力 这地方就是选择更新 但没有表的时候创建 有表的时候不创建 如果你自动有更新 它会跟你更新 原自当它不动 所以呢 我们就是把这个地方说什么 update 它是有提示呢 update 自动创建表了 更新 还有哪些属性可以去显示 那就是根据需要了就最核心的就这两个就是这个啊 自动创不创建表 这个啊怎么说呢 一般不需要一般是不需要的 因为要按常规做项目来说 一般先做了什么设计啊 数据库设计吧 做了数据库设计我们是不是都做好了呀 一般是除了说是有的需要去到客户去跟他安装 比如说我已经做好了到客户先来干他生成一套 我给反过来再生成一次吧 可以反过来把他再给他生成一次 这个是可以的 但是一般 是不需要的 一般啊 就是但是也是根据你的项目的情况 好吧 显示色口 显示色口你可以通过他这里有修色口 去了 还有一个为了他方便好看一点 他提供一个格式化的能力 他是对色口做的格式化啊 format 就是 这个就可以了啊 下面我们就要注册实体了 就有实体在注册 所以但是我们要知道 我注册实体用的是mapping resource 我会去注册对应的实体 但现在是没实体吧 我们先先不注册 先把他什么注册掉 我们留着一会来去注册对应的实体 好 这个我们先留着预留啊预留 也说这一步 我们呢 就可以了 到这里了 这一步就相当是已经差不多了 同时呢 作为这个模板来说 为了后面方便 就从做一个模板来说 我可以把这个复制 然后再修改这个模板 可不可以啊 就以后我是不是可能还会用啊 然后我把这个内容来回车 刚才把这个内容粘贴过来 我下次再写的时候是不是很简单呢 是不是这样 用它就是个公共的配置文件嘛 对不对啊 你公共的嘛 你本每次每次这么折腾一会嘛 当然你每次复制下也可以嘛 是吧 是吧 感谢观看